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5月9号 星期天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现在是美中时间 中午的12点57分 我们很快做一下周末解美股 那么今天是一集关于RSI 这个的专辑 这个是接着5月8号星期六年的一期讲的 所以大家有星期可以回看 我5月8号做了一期关于基本的 一些介绍关于SRI 那么对本期的内容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这一期就不再重复RSI的一些基本概念 一些基本原理了 那么今天的关键议题是 RSI技术分析及实际应用2 那么主要关系的重点是 脉出点的比较和动画 这个地方脉出点主要是指 就是说 我们用RSI跟那个其他的指标 比如说KDG 那么那些指标进行比较 看哪一个先出现这个脉出点的 这个信号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说 是接着5月8号 所以我们直接就 就讲另外的一些detail的 我们首先第一点是RSI指标有五种用途 那么第一个顶点及底点的 以及通常为超买及超卖的讯号 那么具体这个顶点跟底点 是跟你所设定的用的这个 哪一根线这个天数是有关的 你比如说你要是用的12天 或者14天的这根线 中间的那根线的话 那么你的顶点可能一般选70 底点是30 如果说你是用了6天的线 那么你顶点可以用80 然后到20 如果说你的你的线用的是24天 甚至更长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60 那么几点你可以用40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另外第二点分期或者是背离 当市况创下新高或者新低 但RSI并不处于新高或者新低 这通常表明市场将出现反转 也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图 给大家显示的 当这个股价不断创新高的时候 但是这个RSI缺载不断创新低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非常典型的一个顶背离 就表明这个市场要出现这个反转了 不会是当天 不会是下一天 那么在某一天不久的将来 等会就会确实反转 我们等会要一个例子给大家说明的 第三点 支撑及阻力 RSI能显示去支撑及阻力位 有时候比价格图更能清晰地反映支撑及阻力 这个我们因为很多人用RSI用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还要注意 大家如果有时间注意一下 大家有的时候这个阻力图 以及这个支撑的这个效果 就是说看了这个图比这个价格图更明显 那么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以后有时间我会专门做一期 3跟4也就是价格的趋势形态 与价格图相比 那么价格趋势形态 如双顶 双肩 以及头肩顶 在RSI上表现得更加清晰 这个4跟3实际上是一组 以后有时间我会专门再做另外一个视频 专门讲这两点的 第五 通回路转 当RSI突破超过前高或者是低点时 这可能表示价格将于突破 与其他指标相同 RSI需要与其他指标配合使用 不能单独产生讯号 那么价格的确认是绝点于于场价位的关键 那么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是往往不能够用RSI作为一个单独的指标 来预测这个信号 你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提醒你 但是最好当你确定要买或者卖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指标 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说的 与不同的技术指标卖点灵敏度的比较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后面要用例子给大家说明的 用格兰比法则 然后是KDJ指标MACD 那么不同的指标 技术指标在不同的K线条件下 出现卖点的先后秩序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指标 是总是可以给去一个最先的卖或者买的指标的 你比如说KDJ 它可能有的时候最先给去卖的讯号 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之后 等会我们要用不同的股票给大家做不同的说明的 那么右下这个图就是给了一个一般的图 也就是说超卖也就是在高点的时候 这个RSI 那么一般的说这个地方都是提醒你 你股票可能要准备卖了 所以大部分情况下 它都是回落的 而且很多情况下会出现顶背离 我们等会要给大家说明的 我们再看一下RSI指标的卖点 这里有两个卖点 第一个就是说RSI1从高位跌破80 这个是卖出的信号 就像这个地方 RSI1突破80的时候 说明市场已经进入了超买的状态 可以适当的卖出股票 选择清仓观望 如果RSI1见顶后回跌 破了80天就这个地方 这个值以后就可以清仓了 那again这个地方你最好用其他的指标来confirm 那个是更加的可靠 这个是第一点的这个示意图 就第一个怎么样卖点的 这个是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在这个高位的时候 那么你是应该准备 适当的要卖出你的股票了 那么第二个RSI1跟RSI2高位时差 我们这边的高位一半是指50 RSI的指是50或者是以上 那么这个是卖出股票的信号 RSI1至上而下 集团黄线 大家注意 这个团黄线就是指RSI2 因为我在第1期5月8号的视频中曾经用延伸来说过RSI1的时候 它代表的是白线 RSI2的时候我们代表的是黄线 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地方有点搞混了或者不明白 你可以回看我昨天的5月8号的那一期关于RSI的这个视频 那么这个时候时差就应该尽快卖出股票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点 当这个RSI1白线穿过这个黄线的时候 形成时差 这个地方你应该是 如果说还有其他的指标 技术指标 confirm了 就是说证实这个地方是卖点的话 你就应该清仓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我们再看一下所谓的动画RSI 我在5月8号也讲了这个动画 当时低位的动画 大家有兴趣可以回看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高位的动画 RSI1的值得取80左右的时候 那么我们说SI指标在超过或是超买价值后 它将会继续上涨或下跌 并且不会掉头 这个时候就是动画 那么第一个第一种情况就是拿州短期密集 当拿州的长度过短期密集的集中在一起时 即便此时RSI的值已经超买超买值 也就是到达80或者是低于20 那么也不能轻易的进场交易 拿州短代表的短期内有多空间量在拉扯鱿鱼 通常也代表成交量比较小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引起RSI动画现象 那么遇到这种市场行情时 千万要谨慎 不要轻易出手 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小棒 动画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RSI是在高位 第二点就是迅速屡创新高或者新低 而RSI指标属于震荡指标 当股价取于单边向上或者向下的迅速行情时 那么这个时候RSI超买超买的参考价值就下降了非常多 那么即便RSI到了超买超卖值的时候也很有可能继续突破 因此遇到迅速行情时就不要轻易交易RSI的超买超卖 要等这个盘面重新开始明显的震荡后 那么再继续交易RSI的超买超卖指标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就是这个迅速动画我们称为RSI值在高位 保持就是说动画 那这个一般都是指端便的行情 我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说明的就是说 根据长期的实验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动画 不管是在高位还是低位动画的时候 如果到连续三天 那么到在动画的话 大概率事件如果在高位它会继续上涨 那么如果在低位它还继续下跌 我在那个昨天的视频也强烈过这一点 那么第三点突破压力和支撑位 当股价短期突破前期的压力和支撑位时 即便RSI区域超买超卖值也要特别谨慎 股价突破很可能引发 接下来的迅速行情也就是第二点 那么有许多RSI的动画就出现在这 那么这个第三点你可以看的是第二点的延续 也就是说一种特例 当这个股价突破压力和支撑位的时候 往往会有一个迅速的创新高或者创新低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在高位或者是低位出现动画 好了 我们马上走到这个复头牛轮远见里面 看一下我们准备的几个例子 好了 我们来到这个复头牛轮远见里头 我们首先为了节省时间 我已经把这些NOS把这些标记都给大家放好了 那么我们第一支股票看的是特斯拉 我confirm一下 实际上是特斯拉 那么这支股票目前我们我们从这个2020年7月份 它启动的时候 我们开始看 到实际上 这个股票在2020年7月份开始第一波启动的时候 非常的强势 所以它很快的大家看一下在7月2号 就开始在高位 动画了三天 我们说一般你在高位要动画 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它后面还会接着上涨 所以大家看一下后面接着涨了123456789 基本上12个交易日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概率事件 而且形成了一个迅速动画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在高位那么动画了三天 然后继续后面接着上涨 所以说在低位动画的时候也是类似的 在低位动画就是说连续三天的话 那么预示后面还会接着下跌 所以大家不要轻易接这个飞刀 在低位的时候 那么在高位的时候 大概率事件你是可以追涨的 你只要带好直升 应该大概率事件都会盈利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卖点2 因为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是巴士 已经在巴士高位 动画了很多天以后就下来了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买点2 也就是RSI1与RSI2一起向下运动 同时RSI1至上而下 极圈RSI2 那么形成一个时差 非常明显的一个时差 那么说明市场的空方力量已经占据了上风 这个时候应该尽快卖出手中的股票 所以这一次来了一波比较大的一波下杀 我们继续往后看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它又出现了动画 这实际上是第二次 我以前讲这个特斯拉道 这个是第二次 就是腾飞的手 它又出现动画 所以我们说这个动画往往出现在 这个标股 这个涨势非常猛的这些股票中间 就会出现在高位的动画 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有连续三天动画的话 大纲的事件后面会结束上涨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同时也出现了 大家看一下动画之后 这个动画了非常长的时间 而且这个上涨的幅度非常大 这一次 那么随后就出现了一波下跌 那么这个是买点1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这个高位 大家看一下RSI这个已经超过80了 在这个地方你实际上就应该引起警讯了 那么它回踩跌破80的时候 就应该是个卖出点 所以这个地方是卖点1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前面那个nose中间的 当RSI突破80的时候 说明市场已经经营了超买状态 这个时候股价继续上升的空间已经十分的小了 可以适当的卖出股票 那么选择清仓观望 如果RSI见顶回落跌破80以后 就可以清仓股局了 那么股价见顶已经形成 那么这个地方是会非常典型的 但是again我们就是说这个RSI不能够 单独的最好你要借助于其他那个指标来confirm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卖点2也是 大家看一下 就到随后不久 它出现了前面那个卖点2 也就是RSI1跟这个2一起向下 形成那个时差 就非常典型那个时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市场的空方力 已经占据上风 这个时候应该尽快卖去手中的股票 again就我刚才说的 而且这个地方也出现了这个顶背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个股价在这个这个区段那边 股价不但的来创新高 但是它这个实际上是RSI不但的创新低 所以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顶背 就是你要卖出股票了 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确定买点或者是卖点 我们今天主要讲卖点 你最好借助于其他的这个指标来confirm 那么我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今天专门用不同的 就是说不同的指标 我们看一下哪一个指标最先出现这个卖点 我们首先看一下在这一个 K图的里头就是在特斯拉 那么在这一天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出现卖点是KDJ 我们可以把KDJ打开 那么KDJ实际上形成一个史差 关于这个KDJ我在我大概在2月21号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过 非常的详细 大家有心里可以去回看这一期这个视频 那么它形成史差的时间 大概是在1月11号的时候 而且当时也缺险了顶背离 也就是说这个股价在创新高 但是同时 这个KDJ指标却不但在创新低 这个跟RSI是类似的 就两个指标都缺险了顶背离 这是个非常大干的事件 后面会大跌 那么第二个地方 第二个缺险这个警讯的缺险卖点是这个 RSI RSI实际上我们说 它在1月8号的时候 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卖点 它这个地方到达这个最高点 大概是82点多 RSI的值 已经84点多了 那么这一点最高 实际上你只是要引起你的警讯 你可以减仓是可以的 所以我写了一个1月8号 也是一个卖点之一 你可以减仓 但是真正的要清仓的是 在在这个 这个卖点2的时候 也就是28号这一天的时候 这个形成一个始差 就这个RSI跟RSI2 形成始差向下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要清仓的 所以我把这个RSI摆在第二点 因为到第一个点 卖点出现的比KDJ早 第二个卖点比这个KDJ要晚 那么第三个指标 我们因为要看的方面 我们先把这个RSI给去掉 MACD 那么MACD这个指标 我们看一下 大家有兴趣 MACD我在2月14号 上面有一期非常的详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回看 那么它在2月20号的时候 就出现了始差星期三 所以它比这个出现这个卖点的这个时间要晚 比这个KDJ跟这个RSI晚 而且晚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说这个MACD在很多情况下 主要到部分情况下 都是之后的 那么我们为了 我们把这个关掉 这个MACD 我们看一下 GNB法则 那么GNB法则就比较有意思了 因为它这一段实际上是一个震荡行情 那么从什么地方开始算 这个地方比较讲究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确认了好几个日期 那么第一次确认这个五天线 大家注意这个是五天线 这个是十天均线 这个是三十天 这个是六十天均线 关于GNB法则 我在5月1号跟5月2号 专门有两期非常的详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回忆看 那么GNB法则的卖点 也就是说当五天均线向下交叉 就是说形成始差跟十天均线的时候 那么就是一个卖点 它实际上第一次确认是在 在10月29号 我们先把这个KD阶纸表给关掉 这个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这个是向下 所以我写了两个日期 一个是1月29号 但是它同时来了一个非常小的 又往向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是个假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十天均线 并没有拐到向上 还是往下的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散在 10月29号 是第一次卖点出现 那么到真正最后你要离场的 要清仓的 就是确认清仓的 是这个 五天均线跟十天均线 已经是确认都是拐头向下 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时差 而且同时大家看一下 确认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英镑 所以这里头除了用指标之外 你还要用所谓的Tens线 这个地方 确认了一些上影线等等 一些指标的综合的判断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离场点 我写的 是2月10号 这是最后的离场点 所以我们从这里头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你要是用四个指标 现在是 实际上是三个指标 这个地方有点写错 应该是第二 这个应该 MSD应该是第三个指标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应该是 这就好了 所以说 从这里头看 实际上到第二个指标的时候 你就可以卖了 也就是到28号 你应该是可以卖的 因为这个时候 出现了这个顶背离 就是说已经是非常确认 我们可以再打开看一下 这个RSI跟这个 跟这个KD界指标 跟这个价格图同时出现了这个背离 所以说你最后的离场点 应该是这一天 已经非常明确是出现顶背离 顶背离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再看一下 8月25号 28号左右 你应该是可以确认 你应该是要清仓的 那么实在说你是舍不了这只股票的话 那么你实际上可以在最后的 葛兰比法则这个5天跟10天形成一个史差 而且这个30年均线也已经要拐头了 这个时候是最后的离场点 也就是说的2月10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头不同的指标 它这个先后秩序是不一样的 那么至少我们 根据以往的一些前辈的经验 或者我自己的经验 如果有两个指标或者两个以上的指标 尤其又加上这个顶背离 这个是非常强的一个信号 后面要大跌的 你必须要离场的一个信号 这是我们也在给大家说明的 我们再往后面看 这个后面实际上现在已经走到 这个地方就是说没有明确的信号 现在大家实际上 从这个RSI的指标来看 并没有明确的信号 我们看一下KTJ KTJ指标有经差 像上的这个趋势在低位 所以短期内 似乎是有反弹的 我们看下午礼拜一 明天就知道了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看下一日 很快的看下面一个 我们看一个指标SPY 这是SPY的这个指标型的这个 我们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也在高位 最近就是说 在高位动画了一段时间 我们说在高位动画三天以上 大概的时间 你是可以追涨的 也就是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还在高位动画 那么你后面是可以追涨的 所以后面这一天 1234 我们可以量一下 一共有多少个交易日 大家从这一天开始 大概一共有20个交易棒 都是上涨的 基本上 大家看总趋势 中间也有回调的 所以就是说 我为什么一再给大家强调 就是说 三天的在高位动画 大赶紧事件 你是可以追涨的 大家记得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示 非常有意思 我们看一下它的周线 这个是指数级别的 它这个周线 实际上曲线的顶背离 我们选的是 2020年3月16号到现在为止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股价在不断的创新高 而它这个RSI的指标 却在不断的创新低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 在周线级别的顶背离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SPY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SPY 大家注意 应该是有回调的压力的 大家一定要引起警觉了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KTJ指标 KTJ指标实际上 也有顶背离的这个趋势 大家看一下 这个股价在不断的创新高 但是它这个KTJ的指标 实际上基本上是平的 大家看一下 也没有很明显的往下走 但是它没有创新高 所以这个KTJ指标 也反映一个顶背离的现象 所以大家对SPY要引起注意了 先看一下微远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是买点2 这是最近期的 就是说 这个是非常明显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买点1 我这个地方没有标记 这个地方是买点2 也就是说 当这个RSI1的时候跟2 一起向下的时候 形成一个时差 那么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也是 类似的买点2 形成一个时差 前面就没有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周线级别 没有notes 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未来 未来我刚刚用的是周线级别 所以周线级别我没看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它这个日线级别的 那么日线级别 我们也是从它开始启动的 第二次启动的开始看 它这个实际上也是出现了一个 一个背离 大家看一下 它是在2020年1月23号 10月23号的时候 它这个股价在不断的上升 那么它这个RSI的指标 实际上在下降 所以这个地方也出现了一个背离 后面就出现了一波下跌 同时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点也是在高位的动画 所以它有一个我们称为迅时动画 也就是一个单边的行情 不在那里上涨 这个同时也说明了 就是说在高位一般的说 如果有三天同时圈动画 大概的时间到后面还得涨 这个我们已经有非常大的例子 给大家说明了 大家以后要注意这种现象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买1.2 就我们前面说的 那么这个RS1跟这个RS2 向下形成这个史沙在高位 我们说这个高位就是在50之上 在80之下 这个是一般的高位 那么同样的 我们就用刚才说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沙 那么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出现这个买点的讯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